以色列軍方導彈精準空襲 貝魯特建築物薩拿而平 北韓援助俄羅斯 200座軍工廠運作 芬蘭總統不看好 日美利劍25演習 俄羅斯作出危險舉動 遼寧號穿越台灣海峽 中共指是正常 大家好 歡迎收看《每日要問》 我是黃蓉 今天是10月24日星期四 下面是詳細內容 以色列空軍22號 針對黎巴嫩首都貝魯特的一棟建築物 進行精準攻擊 據美聯社報導 以色列軍方發言人在社交媒體發出警告 通知貝魯特南部郊區兩座建築物內 和周邊的人應該撤離該地區 40分鐘後 一枚飛彈飛到來 美聯社記者拍下整個飛彈攻擊的一剎那 大廈被移屏的畫面 有專家指出 這次以色列空軍精準攻擊 是使用SPICE-2000導引炸彈 SPICE-2000是採用光電EO 和GPS雙模式導引 可以附加到各種2000磅重的 飛導引航空炸彈上高 將它們變成高精準度炸藥 它的圓周誤測率低於3公尺 今次攻擊 是配搭2000磅重的硬化穿透炸彈 BLU-109 以色列軍方23號也宣布 過去48小時內 在黎巴嫩南部擊斃真主黨3名指揮官 以及70名民兵 根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CNN23號的報導 以色列軍隊 除了消滅真主黨前領袖 納斯魯拉和接班人薩法丁之外 還剷除了同樣位於該總部的 真主黨情報首長哈齊瑪 以及大約25名成員 近期還傳出消息說 以色列軍方打算透過將軍計劃 徹底清除加沙地帶北部的哈馬斯勢力 將軍計劃 是以色列退休將領集團 在9月向以色列議會提交的一份作戰計劃 透過完全封鎖 圍困的方式阻斷包括人道主義援助在內的資源 流入加沙北部 直至迫使當地哈馬斯勢力投降 根據中共媒體報導 以色列總理內塔利亞胡 和戰略事務部長德默爾 在當地時間22日 和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會面時 布林肯對以色列提出 公開澄清將軍計劃的要求 但是被以色列明確拒絕 布林肯還表示 在與以色列官員的會晤 他重新以下事項的重要性 包括將人質帶回家 向有需要的人士提供人道主義救濟 以及結束加沙戰爭 提供持久安全 總理辦公室表示 內塔利亞胡和布林肯的會面 持續了兩個多小時 友好而且富有成效 布林肯將會在星期三較後時間 離開以色列前往沙地阿拉伯 在那裡他將會繼續談判 先前據說美國五國大樓僱員 塔巴·塔拜是有關以色列對伊朗報復計劃的高度機密文件的涉密者 他是哈佛金賴迪政府學院的研究員 據說他使用哈佛的電子郵件 直接與伊朗革命衛隊進行聯繫 但是五國大樓新聞秘書賴德少將 正式否認了多家媒體較早時候的報導 他說塔巴·塔拜不是洩露以色列軍方 準備攻擊伊朗的高度機密文件的利益相關者 美國國防部還指出 他們正在與聯邦調查局與及情報界合作 與以色列一起確定涉密的源頭 今次涉密文件 也揭露了以色列的秘密武器 隱形無人機 專門用於監控中東 根據軍民網站Defense Blog 報道 根據洩露文件 以色列空軍IAF 在15日至16日期間 進行了秘密無人機行動 利用這些先進的無人機 向伊朗和該國周邊地區的目標 進行持續的情報、監視和隱形偵測任務 美國國家地理空間情報局 NGA也證實了這些情報 這項消息 也揭露了以色列情報能力的最新發展 也為該國高度機密的軍事裝備 提供了新的見解 除了對伊朗進行偵測飛行之外 洩露文件還凸顯了以色列在整個中東地區的情報收集能力 這個未公開的無人機計劃 令以色列在監視敵對勢力方面具有顯著的優勢 這些無人機可以提供有關該地區軍事發展的即時情報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美國駐科倫波大使館 向在斯里蘭卡的美國公民發出警告 說可能會發生針對旅遊勝地的攻擊事件 特別是該國東南部熱門衝浪勝地阿魯加姆灣 該通告基於可靠資訊 表明以色列人可能是攻擊目標 作為回應 斯里蘭卡當局加強了該地區的安全措施來保護遊客 而在美國發出警告後 以色列國家安全委員會就敦促公民 立即離開斯里蘭卡南部和西部的某些旅遊區 包括阿魯加姆灣、阿航格馬、加勒、希卡道亞和韋利格馬 因為有資訊表明 存在潛在的極端分子威脅 集中在旅遊區和海灘 建議以色列旅客 不要透露自己的以色列或猶太人身份 並且避免穿著大有希伯萊文字的衣服 英國外交部也更新了旅遊建議 警告遊客這種情況會突然發生 並且建議他們聯絡保險公司 在俄烏戰爭陷入瓶頸的同時 北韓對俄羅斯在人力和武器方面的支持動作 令俄烏戰爭再次引起國際社會的關注 根據南韓軍方和情報機構的最新報告 北韓不僅向俄羅斯輸送大量武器裝備 而且同時還啟動了境內大約200座軍需工廠 來維持軍事生產 確保不影響國內庫存 芬蘭總統表示可見俄羅斯有多麼絕望 專家分析說北韓和俄羅斯 正在向著越來越危險的方向前進 南韓情報部門指出 北韓已經向俄羅斯出口了超過940萬發彈藥 而自己也預留了足夠支撐1至3個月的作戰物資 同時南韓國防情報本部分析 目前北韓境內估計大約有200座軍需工廠 目前全部都投入生產 北韓受到國際制裁 怎麼有能力生產這麼多武器彈藥呢 消息人士表示 北韓是由商用電器裡面取得相關零件 這些零件是來自美國、日本和歐盟等地 南韓國防部表示 由於北韓對俄羅斯持續輸送武器 該國不排除向烏克蘭提供攻擊性武器作為反制措施 來阻止俄羅斯和北韓的進一步合作 而南韓向來是全球主要武器生產國之一 支持美國和歐美國家 以及烏克蘭一直要求首爾當局 提供軍事援助 南韓總統韻錫悅的辦公室強調 如果北韓和俄羅斯簽署的防禦條約繼續推進 該國將重新考慮提供武器給烏克蘭的可能性 之前烏克蘭國防部情報總局局長 布達諾夫就曾經表示 北韓目前是俄羅斯最大的武器供應過 德國之聲引述歐洲政策分析中心 跨太平洋防禦與安全項目的安全專家 尼科朗家的說話 說俄羅斯需要來自北韓的炮彈和彈道導彈 北韓正在對這個形勢加以利用 並且很可能要求俄羅斯轉讓有關導彈、核武器 以及軍備運輸的技術 俄羅斯將會為由北韓獲得低質量炮彈和彈道導彈 付出高昂代價 但是普京只能作出讓步 因為它在烏克蘭前線的戰事陷入困境 安全專家朗格之前表示 俄羅斯正在令北韓變得更危險 它將危險的技術和一個危險的國家造交易 北韓與俄羅斯這個軍事聯盟 將俄羅斯的軍事力量和金正恩在該地區的野心結合在一起 因此無可避免安全局勢將會跟著發生改變 為了應付這種可能非常強大的新聯盟 南韓、日本和美國將會被迫採取應付措施 對於俄羅斯需要得到北韓的援助 蘇蘭總統斯圖布 23日在訪問帕林時向路透社表示 我們只看到俄羅斯有多麼絕望 俄羅斯在全球的盟友不多 它依賴伊朗提供武器 北韓派出士兵 這個情況會差得如何? 斯圖布表示 北韓軍隊的部署可能造成衝突升級 它將會於10月28日至31日前往中國進行國事訪問 它將會向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表示 沒有烏克蘭的參與就不會有和平協議 它同時會呼籲中國 無論以什麼的形式都不要協助俄羅斯 特別是不要提供可以作為武器的軍民兩用原料以及商品 2月23日日本向媒體公開了 與美軍在宮崎縣新富丁的新田園基地 全國升入美大規模聯合軍事演習 俄羅斯方面就事件表示抗議 不過日本就反駁 以俄羅斯再作出危險舉動回應 日本自衛隊10月23日 在宮崎縣新富丁的新田園基地 與美軍進行聯合軍事演習 這是以九州和沖縣為中心的 全國升入美大規模聯合軍事演習 利劍25的一部分 被稱為世界最強戰鬥機的 美國空軍F-22隱形戰機 首次參與以新田園為基地的演習 在今次的利劍25演習 日美兩國 總共動員大約4萬5千人參加 是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 同時北約組織以及澳洲 加拿大等13個國家的軍事觀察員 也對今次演習進行了視察 據日本防衛省消息 在由10月23日起至11月1日的演習 除了因為F-15戰鬥機退役 而被巡迴部署 在沖繩縣美軍加首納基地的F-22之外 還有具有短程起飛 和垂直著陸能力的F-35B隱形戰機參與 日本航空自衛隊出動大約12架 新田園基地的F-15戰鬥機 佈置於四國海域上空 和九州西方空域演習沒有使用實彈 10月11日 俄羅斯外交部向駐外日本大使館表示 並非本地區國家的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成員國參與演習 而且規模逐年擴大 絕對無法容忍 而諸俄羅斯日本大使館 在10月11日就強烈反駁說 絕對不接受抗議 日本方面還提醒俄方 上個月俄羅斯軍機 侵犯北海道禮民島領空的事件 防止再次發生 並且再次表達了對中俄軍隊 在日本周邊聯合行動的深刻擔心 而俄羅斯國防部就在11月22日宣布 俄軍能夠搭載核武器的戰略轟炸機 淘-95 當日在日本海上空 飛行大約10小時 並且由戰鬥機蘇-30護航 偵察機伊爾-38就在日本海進行了搜尋 和追蹤敵方潛艇的演習 俄羅斯今次演習 是否針對日美大規模聯合演習 李劍25而來就不得而知 但是兩次大規模的軍機和軍艦同時出沒 沒有選擇在不同日期舉行 避免擦槍走火的可能 你外界看見都擔心 就在外界對俄羅斯和日本、美國 衛利建議25軍事演習擔心的同時 中共方面也有所動作 根據台灣國防部23日通報的消息 中共遼寧號航空母艦編隊近日有新動向 由東沙群島附近 經台灣海峽向北航行 中央社引述國防部13日消息說 遼寧號航空母艦編隊 13日曾經在巴士海峽附近現身 中共軍方的聯合利監2024B 大規模環繞台灣軍事演習那陣 遼寧號曾經出現在台灣東南方的應變區外面 並且在港南載機 侵擾台灣東部空域 10月22日 中共軍方又在靠近台灣的福建平潭實彈演習 平潭是大陸和台灣距離最近的地點 這次遼寧號航空母艦編隊經過台灣海峽 應該是北京再度宣示主權的動作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23日在禮行記者會重申 台灣是中國領土 中國航空母艦經過台灣海峽 是再正常不過的事 中華民國國防部長顧立雄 23日到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專案報告時 針對之前解放軍的聯合利劍2024B軍事演習活動表示 若中共採用國際法定義的封鎖行為 阻止他國飛機或艦艇進入台灣港口或機場 台灣將會視為是戰爭行為 台灣軍方將會進入應急作戰階段 以上就是今天的節目內容 感謝您的收看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記得留言點讚和訂閱 歡迎轉發 這也是對我們很大的支持 再見 入口